熔岩直算天际 火光几乎照亮整个夜空 眼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景霄也赶紧到场 拉设水线抢救 24号凌晨一点多 北市信玉区一处社宅10楼 惨遭大火吞噬 几件火焰不断向上窜身 整个建筑物顶楼 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现场火势猛烈 景霄赶紧掉派云梯车 到场支援 在景霄不断灌水抢救下 火势终于在30分钟内扑灭 但详细起火原因 目前还有待厘清 整个现场的话燃烧的面积 出估目前的话大约10坪左右 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索性工地当时没有人员作业 但发生大火的工地大楼 靠近台北101世贸等等 生活机能相当不错 是原定今年年底 就要完工的社会住宅 没想到却先遭到助容吞噬 如今何时能够完工 恐怕还是伪直数 记者黄天耀游桃台北采访报道 多多多多多多多的 健康抱导有点 都能忍受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